你沒有總預算回去沒有編 如果編的話就不用再協商 我都注意聽你的話你都沒有聽 我們對 進法府長有編四萬 本來三萬 我們現在有編四萬 為什麼立法院把總預算退回 要求行政院用總預算重新編列嗎 這個我要請教一下 還有為什麼各個部會 不按照立法院三讀通過的法案編列預算 委員 我們回憶一下 上禮拜我們都吃過一頓午餐 我沒有聽到你的回應 都是我在問 我在講 我都很注意聽委員的話 我們都受你感動 我講的話你都沒有聽 有 你答應我我當然會聽 但是針對這派是全國人的注意 針對市住民你對我們的照顧 我們很感受到 餐敘過程是很 戲會是很好的 所以我呼應 所以我呼應 我們民眾的福利也不要害 就請大家不要害了左院長 被人民罵說 別奪原住民還有農民還有地方的經濟 就是我們的經費 地方發展的經費 因為我聽到你講你要保護大家 所以我現在也要保護大家 你為了保護大家承擔這樣子的罪名 就是不仁不義啊 不要把這些錢就是要去編列 所以無法讓兩院達成共識 最後我害怕了 最後有沒有可能因為沒有辦法達成兩院的共識 就害我們的卓院長 為了大家就是負責要下台 我們有不願意編啊 我有編四萬 你聽到嗎 那天我有想啊 我們有編四萬對不對 你沒有總預算回去沒有編 如果編的話就不用再協商了 我們有編四萬啊 我都注意聽你的話 你都沒有聽 我們對經貿府長有編四萬 本來三萬 我們現在有編四萬 如果是院長要編造我們退回的總預算 這樣子的話我們協商就會圓滿 我那天有講說 大事話小事 小事話無事 大家圓滿 委員協商就是我注意聽你的話 你要注意聽我的話 是是是 我有編四萬你有聽到嗎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希望我們大家達成共識 所以我們在協商再來去討論 我明明那天說我編了四萬 可是會黨的黃委員說我一毛不編 你應該去問他啊 為什麼他的聽到話叫做一毛不編啊 這顯然是一個錯誤的答覆 不要避重就輕好不好